好 现在回答大家问题 我出家十几年 原先是专修净土 但现在又杂修 也没有专门念佛 将来是否能往生西方 自己也坚信西方 也坚决要往生西方 但不能保证临终怎样 怎样修能相应得利 现在自己年龄六十出头 是否什么都不用学了 专门念佛吗 六十多岁了 伤于已晚 确实老实念佛 专求净土为上策 那你为什么从专修净土 又变为的杂修呢 问题还是对这个男性之法 没有解决信心问题 你的信心不能解决 愿力不能恳气 这个符号一定是难以念下去的 于是碰到其他中门叫下说这个法门好 那个法门好心就会动摇 要知道在这个五诸恶式末法的时代 靠治理修种种的法门 决定是出不去的 出不去三截 这个时代 这个时代唯有靠净土法门才是一线的 突围的深入 一定要建立这种决定无疑的观念 把这种信愿成名决定往生的这个志向 重新确立起来 不要去搞杂修了 一门深入 你只要建立深信千愿成名 无论临终的情况怎么样 都能往生 由于往生不是靠自己的功夫 完全都是靠阿弥陀佛的大悲愿力的射受 这一点一定要注意 这就是他的法门 一个本质上的特点 你如何跟阿弥陀佛的愿力相应 相应上的你就往生 相应不上你碰不头 你再怎么样都往生不了 那么这个相应要从愿上下手 要了解四十八大愿 它是法界当中巨大的磁场 现在我们要发愿求往生 这种发愿 真诚的发愿 就跟这个弥陀的大愿磁场互动了 相应了 一相应 这种巨大的磁场 就把我们紧紧的奢取不死 奢受住了 那这就是一种转化 我们不发愿就好像这个念头 这个心就好像一根草 这根草不跟这个磁场产生互动 但一发愿 我们这个草变成了一根铁针 这根铁针跟这个磁场产生了互动 产生了色素的关系 如果你心通途的界定会 也修得很好 破烦恼也不错 但是你是一块玉 这块玉也不跟这个磁场发生关联 一定要是一块铁针 跟这个磁场发生关联 那变成铁针的唯一的前提 就是我们顺应阿弥陀佛 身受众生到极乐的这种大怨 我们自己发起 往生净土的怨就可以了 这就是后面为什么三番劝怨 若以怨就若以生 若今怨就若今生 若当怨则当生 因为这个怨里面包含你的信 包含你的信 怨为中枢 所以能不能相应 就看你能不能真正发出这个怨 由这个怨落实在你的老师念佛里面 这才是 不仅是你六十出头 就是二十出头的人 也要为此为大 也要无就投然的 这个世间灾难太多了 你二十出头的人 说不准今晚上睡下去 明天也睁不开眼睛 说不准一场地震来 大地裂成大口 你到地底下去 大地又何拢呢 你到地狱里面去 这次我们正好从四川过来 我们也到百川看了一下 整个百川的县城一片灰煦 下面有很多的死亡的人 他很多人就是掉进 陷进去了 地面又合起来了 真是国土为粹 人命无常 所以在这样的苦难的世间 尤其天在人活 这么贫乱的世界 我们一定要赶紧念佛 如酒投然 如赏靠皮 没有更多的闲工夫去杂修了 一门心是念佛求生净土 才是我们唯一正确的选择 好 请看下面 有关待业往生 如果是信佛出家受戒后 造了新业 诚心忏悔求往生 能否有往生的可能 因为有人说 待业是旧业 不是新业 对往生的信心还不坚定 请开示 净土法门的特点 就是待业往生 如果离开了这个本质要点 这个法门就够不上 称佛本怀 平等普度一些众生的法门 法藏菩萨 阿弥陀佛因地 就是看到我们十方这些 念力凡夫 靠自己的力量 解脱不了这样的祸耶苦 这种三种恶性循环的局面 才发四十八大愿建立净土建立名号 令我们以佛的功德横超 它是要待业的 见或是或成杀或无命或一品都灭断 但是你能够到极乐世界 法信徒里面去 好 那么我们在这个世间修行 无论是出家在家 无论是持戒 或者破戒 实际上 我们在这里又能修什么心 你说你信佛出家受戒后 你就不造心业吗 你就一点业都不造吗 心里很清净吗 你想一想自己每天举心动念 是些什么妄念 是多么的贪嗔痴蔓淫 每个念头就是业力 就是有它的因果的 你如果从念头上下手 哪个众生不造心业呢 所以如果造了心业就不能往生 那么阿弥陀佛平等普度救生的大慈悲心 就不圆满了 所以不是这个样子 所以净土法门 大业往生 这个旧业能带 心业仍然可以带 但是这个话又得要说清楚 你不要以为能够带心业 我就可以任意的去造心业 那你就麻烦了 那这个常常讲皮肤翻成毒药 你看观金 下瓶往生 下下瓶往生 连杀父杀母 就是忤逆重罪的人 临终忏悔都能往生 这是表达阿弥陀佛 那种悲心救度一切众生的 不可思议的微生愿力 是所有法门解决不了 他下地狱的问题的 这样的情况 唯有阿弥陀佛的愿力 能解决他下阿弥陀佛的问题 让他很吵 但是不能看着这个经文 没关系 那我杀父杀母也没关系 那你不能这样 正面来说 我们敬业行人 还要奉行敬业三福 还要孝享父母 奉事实长 持心不杀 修实善业 还要受持三规 俱足重见 不败威夷 甚至还要发菩提心 劝敬行者这些了 这些能够增上我们往生品位 这也是信受阿弥陀佛的 敬业行人 应有的这种行为情怀 但是从旧敬意义来说 从这个法门的 这种救度众生的 微神力量 不可思议的特点来说 他的心业旧业一起待 但这是站在佛的救度 我们的这一面来说 站在我们凡复敬业行人来看 一定要修行好敬业三福 尽量少造孽 实际上我们能够出家 能够受戒 能够持戒 就已经很大程度上 减少了这种信业 你至少在身口欺资方面 你有戒律的规范 是相对要亲近一点 虽然我们的念头不干净 想造罪 但由于怕下地狱 也不敢去造 因为他有身性因果 有一种畏惧的心 有一种戒 无作戒体的富佑 也有三宝的家批 使我们身口意 三爷 是教之于不信佛 不出家 不受戒 要强的很多 再加上我们以持戒的功德 老实念佛 我们的心业里面 有很多的善业 有很多的敬业 它可能占主导地位 所以才使得我们 在娑婆世界修行 功德也无量 在此娑婆世界修行 日一夜 甚至西方极乐世界 修行百年 这个世间修行很难 但是还能够免力修行 难能可会 功德圣神 所以大家 在圆顿的教理 建立一种观念 净土法门 旧业新业一起带 在我们事项上 随缘消旧业 更不造新秧 是我们正确的心态和行为 就比较好 请问听说 夏平往生 生于铁莲花中 多结后才能花开见佛 不知有这种说法吗 如这样 极乐世界 生者皆阿批八字 具足神通 可往 十方世界随意度众生吗 西方极乐世界 没有铁莲花 他说是七宝的莲花 铁还不够资格 铜都不够资格 更方铁 多结后才能花开见佛 有这种情况 你下扁下身 在莲花里面 要待十二大结 下扁中身要六节 莲花是消灭障 凡夫这种灭障身为法身会命的一种转化的玄妙的宫殿 你如果上扁上身一去能花开见佛 你上扁中身还要经过一昼夜 他就花开见佛的时数 是根据你在使徒信愿称明的功夫来决定的 还有据上身杀的身杀 那一去只要从莲花里面出来见阿弥陀佛 你就具足种种神通 就能分身善隐 到十方无量无边的岔土 上求佛道下化众生 随心转化 是这种情况 竹佛菩萨皆由五眼六通 能知过去未来现才知识 那他对众生何时度脱 何时尘道 皆欲知之 那为何还要苦口婆心 劝众生念佛往生 一切都有定数了吗 如果是不一定 那佛菩萨如何预知呢 佛菩萨是具有五眼六通 没有问题 知道过去现在未来种种的事情 就像就在极乐世界 像阿弥陀佛左边的观音 右边的大师之菩萨 每天是做事论道 他的五眼 就是佛眼 观察他方世界 看看哪个世界众生怎么回事 哪个众生的善根 什么时候成熟 成熟的时候 不是实际的救他 用什么身份去救他 用什么方式去度他 这个都在那里讨论 讨论清楚了 观照清楚了 观音世智就能够分身 过去来救度众生 所以这一点什么时候度托 什么时候对净土产生信心 什么时候能够往生极乐世界 佛菩萨西方三圣一概了之 好一概了之 就是观察我们众生的善根成熟 他来跟我们来讲经说法 这就是他预知的一个重要内容 不前不后 那一切众生 他的那种命运的轨迹 有定数也有变数 但佛都会知道的清楚 那么佛的智慧 就叫大圆尽智 他是对他方无量无边的众生 人的生词识笔 这种种种的宿命 种种的习性 种种的耗耀 他是明明白白 就像这面镜子所映照的 这个形象在镜子里面 一样清楚明白 但这种明白呢 他又是两个层面的事情 佛是醒过来的人 众生还是在梦里面的人 那这个佛菩萨能够知道 他梦里面打什么念头 梦里面的行为 那对于梦是虚幻的 大圆尽智这个真实的 他也照得一清二楚 这种幻象 众生站在梦中当中的变数 佛的这面镜子 也是了了清楚的 所以这一点 没有丝毫的问题 如果相信了佛的 有这种智慧 我们什么时候临命中 什么时候是临命中 临命中是什么死亡的形式 佛都很清楚 阿弥陀佛很清楚 他无论是什么形式 哪怕是狠死 哪怕是 这种睡眠当中死去 等等这些 阿弥陀佛都会兑现 他临终来接引的大愿 所以对往生这个事情 是阿弥陀佛早已给我们预设好的 我们只要解决信愿成名的问题 只要解决我到阿弥陀佛的大悲船上 去报了道了 挂上号了 这样的一个问题 临命中是决定就能往生 所以一定要做得生想法 做夜市成半 这种信心 一定要在佛的 阿弥陀佛的 同体的无缘的大慈悲心 以及他不可思议的威神愿力 以及心佛众生等无差别的 互动过程当中建立 我们对决定往生 就不会有丝毫的怀疑 好 南无阿弥陀佛